火车站闹区虽然繁华 却没有场地可以供居民集会办活动 来看到新竹县湖口孝市村 是全乡唯一没有集会所的 乡公所争取补助 花费三千两百万 在迁移图书馆后的空地 新建三层楼高多功能的集会所 在今天开工动土 扭腰摆POSE 下雨天也无法交习社区舞蹈团的热情 湖口乡孝市村位在火车站闹区 长期缺乏用地作为集会所 乡公所迁移图书馆后 总算有418平方公尺控地僻件 众人上香祈福 金铲挖下 颠炮生四起 今天开工动土 原来这个地方 我们原来是个旧的图书馆 后来我们拆掉以后 在别的地方另做一个新的图书馆 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多出来 做一个新的活动集会所 工程 发包 都原物料上涨 以及人地的关系 所以我们的一个成本不断的上涨 所以这次总共大概花掉3275万 县政府不是75万 现在75万是太少 但是因为为什么 是全县大家都一样 我们不能厚此薄彼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75万完了不是完了 将来后续你没有装房的时候 你没有装修的时候 设备的时候 新集会所坐落在民族街和中校路口 商工所去年编列2800万 并争取到内政部475万和 县府75万补助 两次流标后终于在年初绝标 三层楼建物 一楼为集会所 二楼是社区活动中心 三楼则用作多功能是听中心 过去村民要开会办活动 只能借用福德工 完工后总算有个能遮风避雨的场所 我们校市村只有唯一的福德工 我们暂时在福德工休闲中心 办理一些活动 在这里就是风雨无阻了 以前在校市休闲中心 那个下雨天都会淋雨那些 社区舞蹈团能有固定场地可以练习 周边也将设置简易修器与体能设施 让长辈活动筋骨 施工期约240个工作天 预计11月初就能完工启用